近日,在成都一家宠物训练学校内 全类行为调整师郑颖松 正对着品种各异的汪新人进行注意力训练 不久前,这些狗狗因为咬人、打架、护食等问题 被主人送来接受行为矫正 今年28岁的郑颖松来自新疆 2017年,在目睹了一只流浪狗因行为问题被主人抛弃后 从小喜欢狗狗的郑颖松很是触动 能否通过改善狗的行为问题 减少他们被遗弃的可能性 成了他选择这个职业的初衷 为了更好的学习宠物训练专业知识 郑颖松到专业宠物训练机构进行系统学习 并通过阅读行为心理学等书籍 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 2020年,郑颖松来到成都开设了宠物训练工作室 三年来,他完成了300多起宠物行为调整工作 创业之初的训练工作室 如今已发展成为宠物训练学校 犬类行为调整师呢是利用动物行为学的一些原理去对狗的行为上进行调整 然后让它变得能够符合我们人类社会环境所应当出现的一些行为 然后规避一些不行当出现 比如说咬人的,暴冲的,扑人的,爱叫的 对主人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 我们会根据它的诉求再结合狗的一个情况做评估 站在我们的角度去为这个只狗进行分析 找到这个狗这个行为问题的成因 然后再根据我们自身的一个专业知识去对这只狗进行一个调整 如今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饲养宠物狗 然而狗伤人事件的频繁发生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郑尹松看来,矫正宠物的错误行为 首先需要调整四主的养宠观念 为此他会建议四主参加亲子培训课 狗的一些自身的问题基本上是来自于主人的 比如说主人没有尽到管理的责任 或者说主人的引导方式不对 它会由一个问题演变成多个问题 比如说咬人,比如说铺人 他不知道自己这个行为会对人造成伤害 养狗一定要掌握科学的方法 我们更多地去教主人 更多地去对主人进行一个影响 我们影响了主人才能通过主人影响狗 才真正地去能够影响到社会 嗯,好,枪 因为之前就是把他当成孩子 你就舍不得打 纵容他的一些行为 其实这种行为对我自己 包括对别人造成了困扰 学习到了通过正向和一些惩罚 加一些训练 加一些奖励 然后对他的行为进行一个好的转变 感觉还是蛮有用的 目前,郑尹松每个月要训练十余只狗狗 每只狗狗每月的训练费用在三千至五千元人民币不等 九零后和零零后四组为主要客户群体 此外,郑尹松还会在闲暇时开展犬类行为规范培训课 他希望将以获得的知识分享给更多爱狗,关心狗的人 减少弃养现象 让狗能够更好地融入人类社会 现在目前我的阶段还是在丰富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专业 后面的话就是想把我所了解的知识 传给所有就是说喜欢狗 真正想养狗 爱护狗的人 减少弃养的一个概率 让狗更好地融入到人类所生活的一个环境当中去 做到人和狗之间的一个和谐共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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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